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随着故事画下一个句号 东宫中的主人公们分别走向自己既定的归宿 李承鄞成为一个英明伟大的君王 他创下了万事不拔的基业 却因失去所爱一生郁郁寡欢 立心追求自由的小峰 回到西周后逐渐明白自己肩负的使命 他牺牲自己的性命 换回了哥哥汉太子的醒路 换回了两国百姓数十年的安宁汉幸福 故事的结尾 那只狐狸 没能等到他要等的那位姑娘 正如那个小王子 还是失去了他想娶的那个新娘 东宫中描述的凄美爱情 令不少观众未知动容 而在这段纠葛男亲的情感背后 却让观众看到了主人公 以小我面对家国大义的决合与担当 面临深度有己的处境 是就此妥协还是奋力反抗 隐含的追问引人深思 东宫关于取舍和选择的人生主题淋漓尽现 小峰拒绝妥协 以跳下望穿的方式忘记 以自吻的方式结束 选择用生命承担家国的责任 而李承宁将帮助顾家成渊招选为己任 他运筹帷幄不不谋化 最终得到了曾经想要的一切 却发现心中的挚爱早已与自己生死两格 家国大义与个人情感 究竟哪一种才是正确的选择 东宫以一生所求为命题正当发问 传递出追寻本心的价值取向 演技使人物立体细节 为品质加成东宫中 陈兴旭和彭小软两位主演 用真挚的演技还原了原著中的男女主员工形象 为剧集的最终呈现提供了保障 面对小峰时的李承宁 眼神温和 爱笑叛闹 朝旁之上与东宫之中的李承宁 则面色沉郁 目光低沉 陈兴旭用变幻的眼神和神态 完整呈现出李承宁的两面性 让人看到她的挣扎 痛苦和成长 小峰在西中时 动作洒科流畅 神色张扬外套 身处宫为时 却感情内戀 眼神沉静而绝望 彭小软通过收放自如的情绪 为人物设计了不同的细节 形成仙灵的前后对比 突显出小峰的成长与变化 除雀演员的演技之外 片花中呈现的图 画道等制作也能够 恰到好处的契合人物的性格和处境 李承宁在西中时的变装 显示出其洒脱的少年星星 同时也暗示她的矫健身手 而庙堂之上的深色潮服 则代表着她作为东宫之主的身份 与克制隐忍的心理 小峰在西中时偏爱红色的抑郁服装 显示出她热烈奔放的性格 而到中原后的素色华服 则反映出她此时的地位和所受的束缚 主创团队通过细节展现出十足的诚意 为本剧的品质提供了有力加成 由匪我私存同名小说改编的剧集东宫讲述 了厉朝太子李承宁与西中九公主小峰之间的爱情故事 该剧凭借深入人心的甜乐剧情 轻松与高能并重的节奏设定 赢得观众一致好评 目前 东宫已于昨晚优酷VIP会员抢先收官 非会员将于4月4日完美收官 更多精彩我们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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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